也有许多同修工作很繁忙 很难得有个时间来听经 所以像这个短短的谈话 对他们来说是方便太多 每一天的谈话 无非是提醒大家 佛法教导我们 是要认清楚 宇宙人生的真相 也就是教给我们 要认识自己 明了自己生活的环境 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 这个在大臣经里面 尤其现在所讲的话语 可以说 说得非常的透彻 非常清楚 古大德 说这部经 是我们佛门的根本法软 是我们佛门的根本法软 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 一切经论 一切经论 一切经论就是华言倦属 是华言的知业 佛法的根本 就是人生的根本 就是人生的根本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根本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缺悟了 是悟的这种事情 众生迷惑了 所迷的 也是这种事情 而这种事 它没有迷 也没有 迷雾在人 迷雾 古报 不相同 为什么不相同 因为 所有一切境界 都是从迷雾里面 变现出来的 实际上 这些境界都没有 佛在华言经上 跟我们说 为心所谢 为时所变 这个是把 虚空 法界 宇宙万有的 根源 跟我们说出来 跟我们说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